首相马哈迪爆料前朝政府埋下地雷 留下一兆令吉国债让希望联盟善后 不过财政部长林冠英派定新丸 承诺新政府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 林冠英星期二出席首都15倍的卫塞节庆典 向信众坦诚 尽管希望联盟政府改革前途困难重重 不过政府有信心可以处理问题 包括解决一兆令吉国债 在一个以民为本的政府 我们的责任当然是要造福 但是虽然我们面对多多的挑战而考虑 包括我们依照的债务 我有信心我们能够克服这些难关 首相早前指出 我国国债已经突破一兆令吉 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65%